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吉普里工作室意外拍出的同志电影 对 你没有听错 核心问题就是杜奇拓到底是像动画片里交代的那样 喜欢武藤李家子 还是暗示了他对童年不同般的好友东野锋 有着超越友谊的感情 由于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刺激 相信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一定和当初的我一样 怀疑自己和别人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听到涛生会让人理解为是同志电影的证据 故事是以男主角杜奇拓追以高中时代的往事展开 他先讲述了和女主角武藤李家子的相遇 接着又讲述了与中学时期的死党东野锋的相识 动画片在前一个小时里没有明确的交代 杜奇拓对武藤李家子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在剧情的发展上杜奇拓基本上都是被武藤李家子牵着走 在夏威夷的休学旅行中借他钱 意外的陪他去东京旅行 在最关键的两人在东京酒店同住一晚的情节中 也只交代了杜奇拓睡在浴缸里的事实 他基本上是忙于应付武藤李家子的任性 觉得他待人冷漠莫名其妙 性格怪异非常善变 并且爱慕虚荣 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 别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装可爱 觉得对方讨厌的时候就完全不留情面 如果概括一下杜奇拓高中时代对武藤李家子的感受 大概就是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极品的女孩 反观动画片里关于杜奇拓和松野锋的友情 倒是刻画的细致入微 在杜奇拓的回忆里 他非常钦佩松野锋 特别珍惜这份友情 在武藤李家子的信赖和松野锋的友谊之间 绝对是友情第一 比如电话随脚随到 李家子让保密的事情马上就告诉松野了 并且觉得武藤李家子根本无法理解松野的好 甚至在听说松野锋惨遭拒绝后 怒气冲冲的跑去教训武藤李家子 双方还互扇巴掌 我们来想象一下 你要是和好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女孩 如果知道对方被残忍拒绝 你肯定会安慰一下好友 但是内心搞不好还会窃喜 你大概率不会想到去找你喜欢的女孩理论 并且教训一下她吧 假设你也喜欢这个女孩的话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来看影片的结局 松野锋特意开车到机场接杜琪托回家 临别前和她道歉 之前打了她 而杜琪托则完全不介意 说早就原谅她了 注意 从这开始动画片和小说就不同了 我们暂且抛开原著 仅从动画改编的角度来解析 杜琪托在下车后欲言又止 突然说我们一起到海边走走吧 两个人来到海边 松野锋非常不好意思的说 自己后来才发现原来杜琪托也喜欢李家子 只是顾忌自己才没有上前帮助李家子解围 这个时候海边的杜琪托并没有回头 也没有肯定松野锋的说法 只是一直看着大海 之后杜琪托在旁白里交代 两个人又在海边待了一个小时 具体聊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认为这部影片是同志电影的观点 大可推测在这一小时里 杜琪托非常有可能对松野锋 坦白自己高中时代对他的心意 这样到了影片的结尾 当小斌说出那句 武藤在东京有个想见的人 就是那个睡在浴缸里的人时 杜琪托对李家子的回忆 可以理解为是他发现自己错过了李家子的感情 不过这里如果换个角度解读 其实也是影片唯一一处明确杜琪托 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喜欢李家子的 只不过这部动画片的篇幅只有72分钟 剧情和人物的内心活动有着大量的留白 前面为了烘托杜琪托因为在意松野锋的感受 从而没有发觉自己也喜欢李家子这一点 故意没有在前一个小时里交代杜琪托对李家子的好感 反而都是在呈现他觉得李家子是个麻烦 所以总结下来对影片的两种理解 分别是故事A 松野锋喜欢武藤李家子 杜琪托喜欢武藤李家子而不自知 武藤李家子在高中毕业后发现自己 其实是喜欢那个睡在浴缸里的人 也就是杜琪托 故事B是松野锋喜欢武藤李家子 杜琪托喜欢松野锋 而武藤李家子喜欢杜琪托 三个人在高中时期都执着于自己喜欢的人 从而错过了喜欢自己的人 无论这部动画片是有意还是无意中产生了这样的多异性 我觉得都非常有趣 你更倾向于哪个版本呢 欢迎在弹幕上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听到涛生的幕后 其实听到涛生的原著小说是有第二部的 而72分钟动画片只讲述了第一部分的剧情 这部1993年5月5日在日本电视台播放的作品 是Ghibli第一次尝试在电视台播出的单元剧 制作人林木敏夫在10周年的创作纪录片里回忆 这部影片的成本回收史无前例的漫长 导致一直无法退出续集 Ghibli这次大胆的尝试 由来是在动画片《红珠》的制作末期 宫崎骏正在为声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制作人林木敏夫想到借助这次电视动画 让年轻人们实时伸手 一方面组建了一个新人团队 一方面禁止宫崎骏插手这个项目 于是由导演望月直冲 作画监督近藤盛业 美术监督田中植栽编剧中村香 制作人高桥旺 五人组成的Ghibli工作室新生代的制作团队就诞生了 其中导演望月直冲 虽然在1992年之前指导过一些动画作品 但是并不像Ghibli的《近藤盛业》和田中植栽那样 参与过《魔女宅机变》这种知名的动画电影 中村香则是松竹编剧研究所的第一届毕业生 听到涛生是他的编剧处女作 制作人高桥旺和林木敏夫一样 之前是德建书店动画制的编辑 听到涛生是他第一次担任动画制作人 同时《近藤盛业》也是原著小说的插图会者 作为听到涛生动画化的人物设定和作画监督最合适不过了 不过当初最反对这个项目的也是他 Ghibli的《近藤盛业》和《美术监督》中村池在一开始 并不觉得这部小说适合改编成动画 甚至想拒绝这个项目 不过在林木敏夫如果你不做 很多人想抢着来做的危险下 两位还是觉得与其便宜别人不如自己试试 结果没想到画着画着就画出了感觉 进入了状态 找到了适合这部低成本动画片的创作方式 林木敏夫在《海涛之声》十年后 我们的青春纪录片中表示 如果说听到涛生有缺点的话 就是制作时间和经费都太少了 这也是导致宫崎骏在看过之后 非常生气的一大原因 因为他都是花两三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用几亿日元的制作经费来制作动画电影 听到涛生这种半年的低成本作品 必然会有很多的瑕疵和问题 无法入他老人家的法眼 整部动画片取材于日本的高支县 其中的学校 商店街和街景都高度还原了现实 十年后你依然可以去打卡 作画监督近藤圣也笑称 要是宫崎骏知道我们是参考照片画的背景 估计要破口大骂了 好在时间证明了听到涛生作为年轻一代的作品 在众多的吉普里作品序列中 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魅力 首先就是这部动画片的叙事是回忆嵌套结构的 时间线也有两条 我们先来看故事的首尾 在现实的时间线上 男主角杜奇拓两次在东京的车站 看到女主角武藤李嘉子 第一次她也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武藤 在恍惚中就错过了 第二次则是她飞奔到对面的站台 两个人相遇了 在这中间的一天一夜 是动画片现实时间线的时长 故事从男主角杜奇拓登基开始 进入她高中时代的回忆 先是回忆了高二暑假的时候 杜奇拓、松野峰和武藤李嘉子的相遇 接着是一段回忆中的回忆 讲述了初三的时候杜奇拓和松野峰的相识 之后故事又回到了高三的时间线 回忆了三个人最后的高中生活 在影片第57分钟 也就是大约一小时左右 故事回到了现实的时间线 讲述了杜奇拓和松野峰的重逢 同学会的进行 一行人从居酒屋到商店街 再到眺望高之城的夜景 武藤李嘉子在同学会上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每个人都拼凑出了当年 或者最近遇到武藤李嘉子的情景 杜奇拓说出了那句心中的独白 要是能和李嘉子一起看 一定会觉得更美 然后来了一段令人跳戏 因为新世纪福音战士一般的回忆混减 镜头一直停留在夜晚的高之城楼上 偶尔闪回武藤李嘉子的画面 旁白里混减了李嘉子那些 无理的要求和任性的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讨厌的话 突然不是那么令人无法忍受了 反而觉得和李嘉子的回忆 无论当时开心与否都是宝贵的 就像一位李的明日香 可气可怜又可爱 整部动画片的叙事结构 抒情诗诗的散文表达 青春期温热感的气氛 还有结尾的蒙太奇 这些手法都是在宫崎骏和高乔勋 两位老爷子的动画片里看不到的 据说当年在吉布里的内部市营会后 宫崎骏破口大骂 并且决定马上开始测尔倾听的制作 只为了创作出他理想中的青春恋爱作品 这也是押情手多年来 作为宫崎骏的徒弟和黑粉 一直以来诟病宫崎骏和吉布里工作室的理由 吉布里工作室在听到涛声之后 再也没有推出这样的新生态作品 尤其是在宫崎骏创作了《千语千询》之后 吉布里彻底成为了一个王国 更重视如何让每一部动画片保持吉布里的水准 从而丧失了试错以及提拔新人的机会 金藤喜文的去世更是让吉布里没有了接班人 结果就是已经七次隐退八次复出的宫崎骏老爷子 还在拉着吉布里这个动画帝国 做着他的最后一部动画片 缓慢的进程一方面是因为宫崎骏再也拼不动体力了 一方面是纯手绘的动画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了 正在重新学习电脑绘画和后期特效的宫崎骏 对作品的质量和要求也更高了 也许是不想留下遗憾吧 据林木敏夫的保守估计 目前已经完成了15% 《听到涛生》成为了吉布里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年轻人的大胆尝试 最后让我们回到《听到涛生》的原著小说 这部由冰士雅子从1990年起 在德甸书店动画杂志上连载的小说 在一开始男主角杜奇拓的回忆中 就清楚地表达了他喜欢李家子的事实 所以如果读小说的话 是不存在《听到涛生》是不是同志故事 或者杜奇拓是不是gay这种疑问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对动画片的多重解读 毕竟电影本身有着它的自证性 有时候也会出现导演意图之外的多异性 原著小说的第一部分和72分钟的动画片内容 几乎是重合的 只是删减了杜奇拓一个人搬到东京商大学的细节 以及同学聚会中武藤李家子其实出现了 还在KTV唱歌的情节 所以动画片里两个人在站台的错过和相遇 以及那句喜欢上睡在浴缸里的人 都是动画片的原创剧情 第一次参与小说改编的编剧《中村香》实在是非常厉害 而导演望月之冲也高度还原了剧本 大家都说如果是宫崎骏 剧本肯定改得面目全非了 据说宫崎骏还对剧情中 杜奇拓睡在浴缸里的那一晚 竟然没有心理描写而不满 其实这部动画片的精髓就在于很多心理活动的留白 我觉得这样更能体现出青春期的不确定性 或者是长大后回忆里的空白 反而过多的心理描述会让这部充满温热感的恋爱故事 失去神秘感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 除了恋爱也体现了年轻人对体质和权力的自觉 童年不同班的杜奇拓和松野风能够相识 主要是因为反对学校单方面取消初三休学旅行的决定 小说中针对学校和老师对反抗学生的冷处理 有着更加详细的描述 比如杜奇拓内心的冲动 看到大部分学生退出后的无奈 以及逐渐意识到校方和老师的处理手法之高明等等 他自身的动摇和纠结 与松野风的坚决和笃定形成了对比 这也让他在看到松野风的反对意见书时 更加欣赏他 在第一部的小说中还有一处与动画不同 就是李家子和杜奇拓一起去东京的事情 事先被家长和学校知道了 双方的家长和孩子们被一起请到学校 洽谈处理事宜 最后校方定性这个事情属于范围内的情况 由双方家长自行处理 不用扩大到学校处分的情况 让杜奇拓对校长范围内的口头禅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从杜奇拓的视角观察了学校老师以及大人们的反应和处理问题的方式 可以说高三的他对成年人的世界非常的敏感 也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在动画片和小说中相同的是 都借着同班同学清水明子说出了第一部分故事的主旨 他说自己曾经欺负李家子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自己太过局限 也就是纠结于自己眼前的事情 所以才做出很多幼稚的行为 清水明子讨厌李家子 宋野峰眼里只有李家子 李家子只想回到东京 而杜奇拓则希望保持和宋野峰的友谊 每个人都执着于眼前的事情而错过了和平相处的可能 最后一切都化解在了毕业后 第一次回到故乡的同学聚会中 相比动画 小说中不断的重复着听到涛生的主题 杜奇拓非常喜欢聆听家乡的浪涛声 并且说东京和高知的海浪声是不同的 在小说中武藤李家子虽然考上了高知的大学 但是又瞒着母亲偷偷跑到东京考试 后来回到了东京上大学 由此展开了与同在东京念书的杜奇拓之间 后续在东京发生的故事 重点来了 没能拍成动画的小说的第二部分到底讲了什么 如果你觉得第一部分 武藤李家子对杜奇拓各种任性的话 那么第二部分里的武藤李家子 绝对是2.0升级版的《无理取闹》 杜奇拓除了李家子 还遇到了成熟的学姐绿村之沙 故事里涉及了李家子父亲新组建的家庭 李家子与继母美乡之间的关系 还有学姐绿村之沙与已婚男性 学长之间的纠缠等等 总之超级成人像 要说拍成动画片也确实很难 电视剧还差不多 成为大学生后 每个人都逐渐的感受到 踏入成年人世界的烦恼 如果你觉得听到涛生 高中时代的故事还不错 那么我也推荐你读一下原著小说 尤其是第二部分 虽然一开始你可能会讨厌李家子 但是逐渐的你也会理解 为什么杜奇拓会喜欢上他 以及每个人从高中到大学期间的成长 都是巨大的 在经历一系列尴尬冲动任性的离谱事件后 都更加理解了家庭婚姻爱情之间的矛盾和处理方式了 另外故事里还有很多特别有年代感的地方 例如高中时期去夏威夷旅行 杜奇拓身上缠的丝袜附带 小说中特意提到 班上一半的男生都背了这个东西 远远超出了杜奇拓的想象 在那个没有手机 只有电话打路机的时代 到了新的城市 你会第一时间去书店买地图的梗 都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才会有的独特经历 整个故事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 记忆里充满了盲区和空白 甚至是选择性遗忘 那个时候的我们丝毫不在意别人的想法 甚至也不理解自己的行为 正是因为这些朦胧的感受和模糊的记忆 青春期的故事才格外的动人 现在回看电影 小说 回听原生配乐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单纯的喜欢一个人 为他生气 郁闷 或者伤心的感觉 以及默默的追悔 当时没能一起共度的美好时光 最后说一下 GKs发行的蓝光加DVD套装 这个质感让我想到小时候买的盗版蝶 盘峰也就是这个水平 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这个是目前我能买到的北美版的蝶片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和这部动画片的缘分 以及观看感受 我是小圈 我们下期再见